熱騰騰鹹粥大片魚肚蓋上去 每一口都有滿滿海鮮配料 台南名店阿棠鹹粥價格經常引發爭議 吐脫鹹粥加魚肚的組合 要價300元被嫌貴到爆 老闆娘去年出面解釋 還說拭目魚賣一片 虧一片 被網友狂酸留給觀光客跟盤子去吃 店家不用人事成本 不用瓦斯水電嗎 少賺很多或許是真的 但賣一片虧一片不至於 實際看看價格 2022年 鹹粥加魚肚組合價從200元 一口氣飆漲到260元 2023年再漲到280元 隔兩個月改成鹹粥魚肚 拆開賣變300元 但奇怪的是今年鹹粥加魚肚組合 再出現卻變成280元 偷偷降價了 單點虱目魚肚要120元 單點吐脫鹹粥180元 組合便宜了20塊 它是偏貴 不過它料很實在 對 消費都910元 我都要這麼大塊 新鎖去就去 我很肯定 新鎖你最貴的我一定會好 再看看市場零售價 拭目魚一片賣90元 批發價可能更便宜 阿棠賣120可能真的沒虧錢 賣一片虧一片之說 讓網友超反彈 鹹粥之亂這一次 部長反將又引起討論 記者賴冠章 台南報導 市民地団 Temper di上班 零居 女於是北地下 北地下 市全球國外交假 區保輩 北地下 瀑布 北地下 北地下